政府将加强对市政理事会的监管权利 在今天提出的市政理事会修正法案下 市政会必须达到财务和人事管理方面的要求 否则将面对罚款 国家发展部展开长达三年检讨后 去年提议修改法令 加强对市政会的监管 拟议修改的条例包括 市政会必须在财政年结束后的半年内 向当局提交经过审计的财务报告 市政会也必须在30天内 通知当局主要的人事调动 此外 市政会所有主要人员必须申报利益冲突 而市政会审计机构及管理代理的股东和决策者 不能在市政会担任要职 有关的条例修改将赋予国家发展部更大的权力 委派检察员对市政会展开检讨和调查工作 市政会必须同公共机关合作 不然可能接获警告信 此外 市政会也不能从事展卖会等商业活动 本集完